周六 缅甸军警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抗逆者 当天至少造成114人死亡 是自2月1号政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其中包括6名未成年的儿童 更令外界震惊的是 当天 缅甸军方还首次动用战斗机 空袭了缅甸与泰国边境的一个村庄 当地的人道主义组织称 空袭造成三人死亡 同一天 在泰国曼谷参加 国际万国小姐审美比赛的缅甸家里 韩磊累撒赛场 恳求国际救援 当晚 美国 英国 德国等12国国防部长 罕见联合发表声明 谴责缅甸军方杀戮平民的行为 声明说 一支职业军队应遵循国际准则 保护他所服务的人民 而不是伤害 12国国防部长敦促军方停止暴力 周日这天 遇难者葬礼在缅甸各地举行 在阳光 一位13岁男孩的遗像被摆放在灵堂里 她的母亲在呼唤她的名字 但如今 即使悼念逝者也不安全 有目击者称 缅甸部队向参加葬礼的民众开枪 新唐人记者金石 田瑞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